张纳拉这个明星可以说是曾经活遍天 因为出演刁门公主而被家喻呼啸 81年出生的张纳拉开始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Force Story 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而进入演艺圈 2002年还是新人的张纳拉出演SBS的明朗少女成功季 收视率高达42.6% 张纳拉也凭借这部剧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新人演员奖 2009年张纳拉在韩国参加一个娱乐节目 在与主持人的对话中张纳拉说 每次制作非紧张都会去中国演出 结果节目翻译却显示出汉字 没钱就去中国演出 这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 不少网友认为张纳拉言下之意 是把中国市场当作自己圈钱的地方 之后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发文爆亏 可是很多网友依旧不买账 近日一身黑衣的张纳拉 先用中文爆亏 关于最近由于我在韩国 一档娱乐节目中所说的话 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负面报道 我感到很爆亏 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一句话让他失去了内地的发展 封杀八年 就连在韩国他也遭到了网友的怒怼 现在无稀可拍 现在的他已经36岁了 胖到无人敢去 这就是自己做的念 好好的出路白白得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